新闻娃娃有YouTube频道 请大家搜寻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 那么这一次啊 这个普丁说 乌克兰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然后他是俄罗斯的领土 自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跟中国在讲台湾是一样的 不过我们也提醒中国 你欺负有限量的 因为北边那边有超过 一百万平方公里 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里都是你被俄国占领的 你怎么不赶快把它拿回来 武侠小说鹿顶记里面有详细的记载 现在等于说俄军的主力 都在乌克兰这边 最精良的部队 你看地面的第一净位坦克 这个团都已经在这边 所有的最好的武器重装 都在这个地方 东边是唱空城记 你今天中国如果敢 就是要拿回这个过去 你不可分割的这个领土的话 其实我觉得某个程度 可能也会获得国际的掌声 扭转他的国际地位 因为整个你看 这一个不只救了乌克兰 可能连很多国家 对他都会刮目相看 对 所以我说 这个我这几天 我一直在想说 因为他们那边 被俄国占领的土地 是台湾的几倍大 你跟他如果说一百万平方公里 就是差不多三十倍大 何必要台湾赶快去 所以我说此期时宜 这一次这一次 接下来当然是关键 为什么讲关键 虽然大规模武器的 这个使用 那先前 其实我也出乎我的预料 我认为本来想说 这个对普丁 其实不见得有利 就算他是硬拿下 硬吞下乌克兰 对他后续绝对是一个麻烦 烫手山羽 他是没有办法好好来处理 乌克兰的这个问题 随时都引爆 那恐怖行动一定会越来越 那接下来我是说 就算这些重装出洞 那我们要看 就是乌克兰先前在台湾 跟台湾为什么不一样 那因为你看他这个边界是陆地 马上跨过去坦克就开过去了 那台海的部分 我们等一下再讲 他们有国界 中国跟俄国的国界 有四千四百公里长 他放了大量的军队在那边 中国放了大量的军队在那边 跟乌克兰的边界有一千多公里 一千两百公里左右 那等于说 因为乌克兰他是平原嘛 所以整个这一个 这个大兵可以直接这样汇集 直接过去 但是现在比较麻烦 就是说 俄军为什么遭受到阻挠 我们看到 就算在平原上面 像基辅还有科夫 这些大城都是什么 水泥丛林 每一栋大楼都是一个 很难攻破的阵地 所以你看他推进非常困难 为什么打到最后 便打城市这样打巷战 为什么标枪飞弹 可以发挥他的能力 因为这时候就不是坦克会战 因为过去俄军非常擅长用坦克会战 那这次其实很多精锐的装备 其实已经进去了 就包含像他的主力T72B3 这些都被标枪飞弹轰到 整个炮塔都掀开来 所以等于说目前来说 对俄军来讲 他的某些主力已经被消耗掉了 所以普丁为什么会震怒 为什么会呛说 准备要这个核武部队要升级 就是表示前面战况不好 好 讲到核武部队 等一下我们再来谈 那这位兄弟我请教你一下 我看俄国的内部其实也不稳 对 因为俄国我发现 他有五十几个城市 发起反战抗议跟示威 也就是说俄国内部对普丁将 也不是那么赞成 有六百多个学者 包括诺贝尔奖得主 出来要求停战跟撤军 而且这是国际级的学者 然后俄国的官方媒体 叫做塔斯社 他也出来反对川普 说我们的国家 快跟北韩一样了 你们家如果有子女 不要让他上战场 另外有一个叫做俄国 驻联合国气候代表 今天正式向国际道歉 所以我觉得搞不好他内乱 从内部垮台 对 就像刚刚前面很多 专家达哥他们所提到 其实现在目前状况 其实像是一个僵尺 那其实俄国他们很明显 就是因为知道 目前状况僵持的状态 所以才会 像刚刚大哥所提出的 他们才会先提出 谈判的这个要求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有来越多的西方国家 那不管是像NATO 或是像美国 所以他们其实 送了更多的武器兵力 还有甚至他们 让他们的人民自愿去参与 乌克兰的战争以外 那其实最明显的可能就是 所谓的金融上面的一些制裁 那制裁我们大家可能觉得 制裁看起来 听起来就是好像 没有什么大的作用 在短期之内 的确是没有办法立即见效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长期在未来 那在俄罗斯境内 他会发生更多 经济上的一些动乱的时候 那他可能就会变成 凡是对普丁 他有个很大的 来自内部的一个压力 那甚至可能要求他下台 那其实我这边想补充一点 就是我刚提到的就是 现在有越来越多外国的人士 想要去加入乌克兰战斗的 这个部分 那其实我们在这次的战场当初 可以看到很多 其实不是只有俄国 跟乌克兰两个国家在打 其实我们看包括车臣 包括乔治亚他们的很多的兵力 其实也都在里面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会有这些人在里面 那其实像 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乔治亚 他其实在二零一四年 在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 他们人就进去了 他们就已经在乌克兰里面 来帮助乌克兰打这场战争 因为在两千零八年的时候 他们自己国家 也是遇到一样状况 俄罗斯在他们境内 去发动分离主义 然后去让他们两个境内 两个国家独立 让俄罗斯去扶持 所以他们不希望这件事情重演 所以他们跑去乌克兰 打这场仗 插个话 就是说俄罗斯扶持了 乔治亚的傀儡政权 也扶持了车臣的傀儡政权 所以他们对俄罗斯很愤怒 应该是说在乔治亚部分 它里面有两个分离的政权 是由俄罗斯所扶持 那其实我们这个就可以 直接投射到在克里米亚 在乌东的状况 所以他们不希望 这件事情再发生 他们就跑去乌克兰战斗 那其实乌克兰他们也同意 这些外国军团 能够来往这边战斗 他们甚至让他们成为 他们不是傭兵 他们正式在政府的军事体制里面 他们在前线来作战 那其实我们还包括 刚刚提到车臣 那其实大家觉得很好奇 车臣曾经跟俄罗斯 打了好几次好几年的独立战争 为什么车臣人会在里面 那其实这也分为两个部分 就是现在俄罗斯所扶持的 这个车臣的这个政权 他确实他支持俄罗斯 他现在派了一万多名的兵力 到了乌克兰里面去打 但是另外一部分 就当时反对俄罗斯这群人 他们现在就在乌克兰境内 帮忙乌克兰打俄国人 所以我们这也可以看到 在整个区域里面 其实不是只有这两个国家 这件事情 还有很多附近周边的 这个兵力跟角力都在里面 OK 好 跟大家报告 因为到目前卢布 一天就贬值了百分之三十 从九十块贬到一百一十九 那就是什么你知道 那就是像我们的台币 现在二十八块 免得再变三十六块 这个很可怕 那你如果是这个进口商 你看要怎么 那国家其实他的国家 也没有外汇可以用了 他的利率一天调升四十二 从国家的基准利率 从九点五调升到二十趴 就是你放在银行 一百万一年就有二十万的 这个利息 可是你一天就贬了百分之三十 所以没有人要 没有人要卢布 可是你不要卢布也不行 因为也换不到美金 那另外是 这个ATM 就是提款机 四十元钱就购买了 没钱了 那这样的制裁 俄国到底他的经济能撑多久 等一下我们再来请教谭老师